包子想凑热闹也跟着去了 叶少阳要控制皇帝 跟吴家伟和碧青一起留下来等着 小马出去之后 外面的大豆声持续不断 过了有十几分钟左右 包子突然飞奔而来 离老远就从叶少阳喊道 老大不得了啦 小马哥不是那个道士的对手 被缠住了 老大你快去帮忙啊 道士 哪来的道士 就是之前那个将军呢 其实是个道士 端的厉害 叶少阳一听 觉得蹊跷 让碧青跟吴家伟留下看着皇帝 自己跟包子飞快地往外跑 心中十分的惊气 虽然自己总是埋台小马 但不得不说 如今的小马修为之身 在邪悟中 也早就进入了上层的境界 在人间也是没什么敌手 虽然活着有点草 但能压住他呢 那毕竟实在是罕见的强者了 除了皇城 叶少阳站在台阶上 老远就看到了小马 跟一个人打得起劲 附近倒是围了不少的兵士 黑压压的将街道都给堵死了 但是两人对战之时 不断要气流扫过 让他们都不敢进身 只能远远地看热闹 叶少阳定睛朝着战场看去 跟小马战斗的是一个身穿金甲的将军 面白无须 看上去五十来岁 表情有些呆滞 明明是将军 手上却拿着一把扶尘 做法防守 在他头顶上空 悬着一块长条形状的白光 有胳膊那么粗 两三根指头粗细 释放着咄咄逼人的白光 在这将军的操控之下 不断地朝着小马打下去 这白色的长条状能长能短 能弯能直 气势也柔中逮杠 十番的玄妙 小马虽然修为高深 但是手段上根本不是对手 靠着手中的玄铁板砖 硬扛着被耍得团团转 但对方显然很懂战术 并不着急利用优势 而是追着小马缠斗 积累着优势 这手段看上去很熟悉啊 叶少阳皱着眉头观察了一下 确定这老头用的是 纯正的道门法术 心中疑惑 光顾着盯着这老头看了 突然包子在边上喊了一句 老大 你再不出手 小马哥就顶不住了 叶少阳猛然回过事了 这时候 见到老者突然加快了攻势 欺身而上 将手中的浮尘抛出去 双手接近 念起了咒语 九天归命 一元化星 台上老君 吉吉如理令 头顶上那个长方条的 发气猛的遗颤 竟然画出了数十道的光颜 将小马困在了中间 从叶少阳的角度看上去 每一道光颜 都悬在了特殊的位置上 单看没什么讲究 但是结合起来一看 正好就是一套天干将图 在小马看来 自己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光影 眼睛都要画了 自己手中就一块板砖 不知道该砸哪一个 突然 所有光影在一瞬间收缩起来 宛如满天星光 拖着长长的锋刃 从四面八方朝的射来 卧槽 这他妈什么招啊 小马娃娃乱叫起来 九天元臣吃 张师叔 快住手啊 叶少阳飞奔上前 一而起 直接跳上了一个士兵的肩膀上 一路踩着过去 眼看着小马就要中招了 自己却赶不上了 一场情急之中大叫了一声 张无声 那老者做法的动作迟疑了一下 转头看过来 叶少阳将手中的木剑置了出去 看似随便这么一扔 击中了十二道星光中的其中一盏 万道白光顿时全部都凋零了 还是那一只白色的发气 当空落下 那老将军急忙上前抓住 转脸朝着叶少阳看过来 好险啊 我去 小马吓出了一身冷汗 也不能逞能了 一溜烟的跑到了叶少阳的身后 按着他的肩膀 吐着舌头说道 这老东西太厉害了 小叶子 咱们俩一起上 肯定能弄得过他 叶少阳也不理他 定定地看着老将军说道 师叔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叫我什么 老将军皱着眉头说道 叫你师叔啊 叶少阳说 你是龙虎山的张教 张无声 小马惊道了 抓着叶少阳的肩膀说道 小叶子 你这眼神 你欺负我没见过张无声是吗 他哪里是啊 老将军也冲着叶少阳微微一笑 老夫叫刘德阳 不认识你说的什么张无声 你就是那反贼头领 叶少阳冷笑道 哼 你是被人修改的记忆了 想不起来而已 你手纯正的龙虎山倒数 别人认不出 我可是不会认错的 胡言乱语 老夫是灵婆婆嫡传弟子 这事法术都是他老人家传的 什么龙虎山 那种小地方也配谈什么法术 但愿你清醒之后 还能想起这句话 叶少阳盯着他手中的 两件法器说道 你手里这个浮尘和尺子 是哪里来的 叫什么名字 师父所传并无名字 错了 你手里的浮尘叫做玉清浮尘 柄上刻着一朵兰花 是你的贴身法器 你左手里那把尺子 更是了不得 那是你龙虎山的镇山之宝 九天元臣尺 不信你看看 尺上刻着财天二字 是你祖先张道陵刻的 张道陵当年创立舞蹈秘教 自我感觉能够成仙了 于是刻下这两个字 却犯了天见 又苦修二十年 才真正舞蹈 这是法术界的译文 人人都知道的 至于那两件法器的特征 因为当年自己好奇 从他手中借过来看过 也是清楚得很 张无声听了这番话 忍不住拿起两件法器看了看 表情就有些僵硬了 皱着眉头 似乎显入了思考 片刻他重新抬起头来 冷笑道 老夫这两件法器天下文明 你略有见识 也不能说明什么 老夫一生记忆 难道是假的不成 你那记忆还真的是假的 叶少阳耸耸耸肩 小马在他身后说道 小椰子 你跟他说这些没用的 还是老办法 你先亲住他 把他敲醒 你是犯贼头领 你又是什么邪恶 张无声凝笑 你们以为这些鬼鱼伎俩 就能够威慑朝纲了 这些手段 老夫很不放的眼里 张师说 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打一架 叶少阳微微一笑 冲了过去